在簡報22頁這邊 老師可以用剪刀石頭布 或者是像我後面這個有那個什麼 骰子的 骰子的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數字比較少 像剪刀石頭布是三種 骰子就是六種 那我們這裡面最主要就是 就是要去學會的東西 隨機 以前 這場老師好像有參加 你還記得這是哪一場 鹿港高中的 對不對 對啊 你看 有現場 所以以前我是用飲料盒做 今天我們不是用這個做嗎 是不是也可以 但是不能這樣丟啦 但是你可以像這樣我就可以做成 用這邊是不是顯示我們剛剛的圖案 也OK啊 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給老師看一下 反正 工具 有我們就盡量多做 沒有我們就盡量利用材料 現有的材料 我就這種飲料盒去挖個洞 黃老師這些東西都拆掉了 哪個是你 對對對 男主角在這裡 因為原則上我們都盡量不要拍到老師正面這樣 有個資問題嘛 我們要打馬賽克 所以就這樣子而已 還好他自己有認出來 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 雷調機也沒關係 如果老師有把3D表機飄過去的話 剛剛不是有這個嗎 對不對 那這裡其實我已經有把那個 檔案補進去 這個其實我是用 那個叫什麼 TinkerCat 去做 所以 簡報24頁這裡 你點開我的這個 文章 我已經把原始檔 跟3D的檔案都放在上面 之前我沒有全部放 現在我有全部放 把這一台在後面 已經飄到這裡來了 不能再飄回我家了 因為已經賣走了 好 我們往下走 然後你看 我就是 利用 TinkerCat 因為TinkerCat其實還蠻方便的 應該老師都有用過3D列嗎 這裡不用看 看這裡就好 有嘛 對啊所以很多 就是 延期的場合 大概都會 介紹這個雲端服務 Autodesk 那你看用熊 也是一樣 那這裡我就有提供 這個 原始檔 一個是 就是STL檔案 那也有 你在往下走 再往下走 我的熊的圖案就來自這邊 把它放進去 那 你看到 有沒有 TinkerCat的專案檔 這是我最近補進去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 鬼滅之刃的 就把它通通結合在一起 然後 阿姆太郎的 Pikachu的 我只是比較認真去玩 其實還是跟我的專業是 結合在一起 就是 每邊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鬼滅之刃的 因為流行會隨時改變 所以必須要 這個其實 應該是有刪掉的 我已經有刪掉的 我就是把它做一個底座 但是它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我要做的是比較地體一點 所以這個你在影像處理上要花一點時間 要把它轉換一下 會比較好看 那Pikachu的 跟它姆太郎的 所以像這個 如果 專案都是開放的 所以如果老師你覺得有需要 你就自行註冊 就好 就可以拿去改 因為我都做兩次 所謂做兩次就是 第一次我去取得它的外型 第二次我讓它這裡 老師有沒有感覺這是凸出來的 因為我如果這個外型 其實效果不夠好看 那我讓它能夠凸起來 變得是有點像 比較立體一點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這個是 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 這個就是搭配 就是看你知道 雷切的 小木屋或者是搭配上紙板去做 這我們之前 都有開過這樣的 這樣OK 好 剛剛講到那個 這個 這個 剪刀石頭布 我們先看一下 在block裡面 它的那個隨機的積木在哪裡 我們先把它稍微介紹一下 一樣的 老師從簡報22頁 你打開我那個模擬器就好 打開模擬器就可以囉 好 這樣老師有沒有找到了 簡報22頁那裡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效果怎麼樣 好 好 一樣的 我這邊呢有搭配個互動方式就是 那個 按鈕 所以我來這邊 打開 我這裡呢有一個叫做 按鈕行為 有沒有 互動方式 你稍微打開之後 這裡有叫按鈕行為 我是搭配這個 因為這個我比較少用到 總是要找機會用一下 好我可以看看喔 來 你可以看到 我有沒有用鋒鳴器 有 有沒有做一個動畫 剪刀石頭布的動畫 所以我們希望喔 就好像我們真正玩遊戲 咖啡酒陶爪 是不是先喊 好那我按下去 有沒有剛剛 分享的 怎麼樣散 雖然你直接出來可以 但是這樣效果比較差嘛 那我閃的時候我剛還會按一下 好 有沒有 這樣那如果你要重新 看一下動畫 就按這個 動畫又重新回來了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子去做喔 那 既然老師看過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怎麼設計 您看這邊 一開始 我是做一個動畫 就是剪刀石頭布嘛 我先把他 放進來 那他就這樣 讓他循序 這樣變化就好 好 再來有沒有撥一個超級馬力 好我們再往下看 你看 按下按鈕1 就是 出全了 好按鈕1的時候我就設定 有一個變數 他是隨機 剪刀石頭布三種多大 1到3 對不對 那這個積木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你看 變數的部分在這邊 設定變數是什麼 好 那我把這個積木拉出來 你在這邊可以直接把它 變成一個你自己的名稱 當然其實說真的 老師都有寫過程式 原則上 變數名稱當然最好是英文 英文加數字 這樣會比較好 用中文勉勉強強在這邊也許還可以 但是 可以的話我還是比較建議用 標準的 會比較好 好 這是第一個 隨機在哪裡 隨機也是層次本來就會有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找到我們在左手邊這裡 有基本功能 好 跟數學有關係 數學是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隨機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我的數字 的那個範圍 原則上這邊都是整數 比較不會有那個小數點 好 這樣你就知道我的積木從哪邊來了 那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又 會學到另外一個 既然有隨機 就要加上邏輯判斷 對不對 因為抽出來的結果 我已經知道 好 這個 取得了 所以 如果說 他的數字等於多少 我就做什麼動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邏輯裡面 這個是 拿出來的 第一個 那 預設的話 他只有一個條件 對不對 這裡就有一個條件 如果今天要兩個條件 三個條件怎麼辦 一樣找齒輪 找到齒輪這裡 有沒有 如果 否則如果這樣只有兩個 再來 三個 因為我們這邊來講是要三個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就是從這邊 把它丟進來 齒輪的使用方式都是丟到他的右手邊 那如果不要了就再多丟回去 丟回左手邊 你知道 如果錯了就丟回來 好用完我們就把它收起來 那 跟邏輯判斷的那個條件有關的也是在剛剛的那個邏輯的積目裡面 這個 目錄裡面 剛剛用的是不是第一個 那他的判斷條件就是在這裡 這裡是一個條件的 這裡是兩個條件的 好這裡 那所以我就把 第二個積目 把它丟出來 你看 如果 有沒有 我的x 等於1 就表示他抽到的可能是剪刀嗎 他抽到是剪刀 那如果是抽到剪刀 我們就做一件事情 我剛剛有沒有分享怎麼做閃爍 一個有 看到全部都是0你就知道這是沒有 一個有一個沒有 對不對 就把剪刀、石頭、鋪的剪刀把它列出來 這樣了解 好那相對的 如果 他等於2 是說第2個 石頭 那否則就是 不等於1不等於2就只有一個條件就是3 就是顯示這一本 所以呢我們就是像這樣子把它完成 這樣老師對他的隨機還有邏輯判斷的積目 有沒有比較清楚他大概放的位置了 概念大家都懂 只是查在說他的積目放的位置可能 每個層次 會有一些差異這樣子 好那 有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等一下 就真的可以進到我們今天最後的主題啦 就是 是 蘋果遊戲 OK 那 那個骰子的部分我就不用再講了 因為 一樣的概念 一樣的概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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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